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4月5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港闻播报 我是Cherry 加拿大联邦移民部今天4月5日 公布关于各省地区的留学生配额分配方案 安省2024年预计只有9.1万个名额 比去年24万减少62% 而BC省的名额也极尽腰斩 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周五宣布 2024年各省地区的留学生配额现已最终确定 加拿大将第一年实现净零增长的模型 米勒部长说 加拿大全国留学生上限 是根据今年到期的学生签证数量而定的 这意味着2024年新来加拿大留学生人数 应该与今年学签到期的学生人数相同 移民部2024年原本的目标是批准48万5000个学生签证 但是 由于每年约有20%的留学生申请延期并留在加拿大 因此移民部从48万5000份目标中减去了这一数额 并留出一小部分缓冲以允许其他变化 最终将2024年批准的学生签证目标定为364000份 由于加拿大学签申请的批准率为60% 所以批准364000份学习签证的目标 意味着2024年收到学签申请上限为606000份 另外 一些留学生可以不受此限制 例如中小学生 硕士或博士生 移民部将从24年批准的学签目标数量中扣除了这些群体的估计数量 最后 这导致了2024年加拿大移民部将批准23万6000个学签的目标 这意味着要分配大约39万3000个学习签证申请 换言之 2024年只有23万6000名本科和大专的留学生前来加拿大留学 而根据移民部的数据 2023年仅仅安省就来了239753名大学院校留学生 全加拿大来了44688名 这意味着2024年新生将大幅减少42% 另外 这23.6万的新留学生怎么分配给加拿大各个省呢 如果只是按照人口比例的话 BC省今年被分配的获批名额是32183 和2023年实际获批的60864相比 大减47% 几乎被腰斩 安省今年只有91436个名额 比去年239753大幅减少62% 这力度减值了 估计大学都要疯掉 另外两个人口大省魁北克和阿尔伯塔省则都获得增加 增幅在23%至33% 在经过变量调整后 各个省份最终分配名额如下 BC省获得49800个名额和23年实际获批的60864相比 减少了将近20% 安省获得了141000个名额 比去年实际获批的239753大幅减少了41% 由于住房危机问题 加拿大各级政府突然将矛头指向留学生和临时居民 本周二 特鲁多表示 联邦政府希望控制进入加拿大的临时移民数量 并表示需要控制住局势 周三 安省省长福特更加直言不想要留学生 称我们的孩子优先 希望大学百分百招本地生 今天周五 移民部就公布具体各省限制留学生的配额数字 安省和BC省的留学生人数受到重点打击 城市空置房屋税的投诉数量已经激增至超过6万起 因为错过了申报截止日期的多伦多房主被告知 他们要为闲置的房产支付数千加元 几名多伦多居民周四告诉CP24 他们最近收到了来自多伦多市寄来的巨额税单 但是 闲置的房产实际上是有人居住的 多伦多市的空置污税向那些一年中将房产闲置超过6个月的业主收费 二三年的税率为1% 这意味着一套价值100万加元的房产的税款为1万加元 房主申报其住所的占用情况的截止日期 最初定于2月29日 但后来延长到了3月15日 两名向CP24发声的女士表示 他们在2022年该计划首次推出时已做出了申报 但他们不知道每年都需要这样做 我感到非常愤怒 我感到心烦意乱 我也很沮丧 居民Sophie在周四接到了来自市政府超过1万2千元的账单后 告诉CP24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12选区的市议员乔西·马特洛周四告诉CP24 尽管控制房屋税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但多伦多市政府的政策实施做得并不成功 他说 控制房屋税被城市用作识别那些 只是闲置的投资房产的工具 这些房产在住房价格可负担性危机中应该被用作住房 这个想法有价值 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乔西敦促市政府 处于这种情况的居民在城市解决问题之前 不要支付账单 您将收到一份更新的通知 告知您下一步该怎么做 他周四告诉CP川丁副 我知道市长和市政府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承认这个计划执行的不好 回应多伦多居民的投诉激增 市长邹智慧为此事道歉 发誓要清理混乱的局面 当我上任的时候 这个系统已经建立好了 这种方式推行这个计划是不可接受的 这是非常不行的 邹智慧在周四的一次 关于其他事情的新闻发布会上 告诉记者 我向你们承诺 我会解决这个问题 以便在下一轮中 人们不必收到令人震惊的错误账单 市议会发言人富朗西斯·努恩奇亚塔 将这种情况称为市政府在沟通上的失败 市政府的宣传工作 未能有效地触及到老年人和语言能力有限的人 等易受影响的群体 导致受影响的房主 承受了不应有的经济负担和情感困扰 他在周四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写道 随着4月2日开始邮寄税单 我的办公室被感到意外的税收责任困扰的居民的请求 所淹没 市政府发言人拉塞尔·贝克表示 预算主管和市长将寻求获得议会的批准 豁免错过截止日期的房主的21.24加元的质纳金 就在本周 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商品服务税和并税退税将于周五发放 符合条件的加拿大人可以通过银行账户收到这笔款项 加拿大税务局通常在每年的7月、10月、1月和4月的第五天 发放这笔款项 4月5日发放的季度退税旨在抵消中低收入人士的GST或HST税款 大多数加拿大人在报税时就会接受退税评估 目前加拿大人继续努力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 低收入人群受到的压力尤其大 去年政府花了20亿元通过杂货退税 将大多数加拿大人的商品及服务退税增加了一倍之后 通胀已缓慢降温 但许多加拿大人仍在为从杂货到租金的各种成本而苦苦挣扎 GST、HST抵免是针对低收入至中等收入的个人和家庭的季度付款 旨在帮助抵消他们支付的商品服务税 19岁及以上的加拿大居民通常有资格获得GST、HST退税 未满19岁的人如果有配偶、同居伴侣或父母与子女同住 也可获得退税 新移民必须在退税支付前一个月和当月在加拿大居住 以今天发放的退税为例 这意味着新移民需要从3月开始住在加拿大至4月 退税的收入上限取决于家庭中子女的人数 对于单身人士 其年净收入必须低于 没有孩子52,255元 一个孩子58,755元 两个孩子62,175元 三个孩子65,595元 四个孩子69,015元 对于已婚或普通家庭 其年净收入必须低于 没有孩子55,335元 一个孩子58,755元 两个孩子62,175元 三个孩子65,595元 四个孩子69,015元 GST、HST退税基于家庭调整后的净收入 即净收入减去从儿童托儿福利金 和注册残疾储蓄计划的金额 退税额也会根据家庭中19岁以下儿童 申请加拿大儿童福利金的人数 在4月5日和资格的加拿大人可以收到 男生496元 已婚或普通法家庭650元 每名19岁以下儿童额外有171元 一个四口之家可以收到近1000元 4月5日 GST、HST将自动存入设有CRA 直接存款的加拿大人的银行账户 或通过支票寄送 下一次退税将于7月5日支付 如果没有立即在账户中收到退税 应等待10个工作日后联系CRA查询 加拿大皇家骑警周五发布有关周四晚间 安博警报的更多细节 一名母亲绑架了三个月大的男婴 目前警方已展开了路空大搜索 周四晚上被绑架的男婴杜罗彻 被母亲福特抱走 举称他于下午某个时间 从兰里位于72大道和208街交叉口处的一处 住宅步行逃离 来里皇家骑警发言人沙鲁姆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警方了解这个家庭的情况 我们想说的是他没有得到许可 他并补充说 警方无法对已经生效的拘留协议发表评论 但警方确定已达到发布安博警报的标准 并表示三个月大的婴儿的健康状况非常担忧 沙鲁姆说 男婴父亲已与调查人员交谈过 并全力配合调查 他也担心杜罗彻的健康 警方表示 周四夜间加拿大皇家骑警 L1直升机和搜救人员全力寻找母亲和婴儿 众案组于周五早上接手调查 所有相关机构将继续合作 各组将走访社区查看监视器录影 并跟进有关线索 沙鲁姆说 目前我们认为他们是步行逃离 我们没有任何车辆描述可以提供 来里皇家骑警提供了孩子及母亲的照片和描述 杜罗彻最后路面是身着蓝色短袖 连身衣和蓝色迷彩裤 在最新的描述中 警方称 福特身着全黑衣服 可能还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 他今年35岁 身高5尺2寸 体重154磅 续有棕发 一侧剃光并带点 紫色亮点 沙鲁姆透过媒体向福特喊话 如果您正在观看这个报道 请联系 蓝里皇家骑警或任何警区 无论你身处何处 重要的是 我们要真正安全地找到你和婴儿 我们想与你交谈 以解决问题 任何看到他们的人 请立即拨打911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